入宫第一日,皇帝主动向我坦白,朕有影集,爱妃替朕保密 半个月后,我被御医诊断出怀有三个月身孕 皇帝头上绿油油,低问我腹中骨肉是谁的 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国事断言,幽贵妃怀上了鬼胎,若不将鬼胎烧死,将会影响莫国的国运 后宫妃嫔等着我被刺死,太后命人将我烧死在大火中 可我怀的并非是鬼胎 恭喜陛下,幽贵妃有喜了 新来的张玉依话音乐,整个店内鸭雀无声 皇帝莫亲瑶面色一沉,透露出一丝杀气 张玉依,你可真仔细了 张玉依抹着汗,再度替我把脉 片刻后,她与其堵定道 陛下,贵妃娘娘的脉相确实是喜脉,不会有错 不会吧 我微愣,别说莫亲瑶觉得离谱 我本人也觉得很离谱 我叫思忧,进宫第一日,莫亲瑶宣我事情时 就像我坦白,朕有影集,爱妃替朕保密 哦哦,是 我硬道,以为皇帝他不能人事 谁知,那晚皇帝叫了五次水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影集不是不能人事 而是吉南怀上子嗣 吉南怀上,也不是不能怀上 万一有千分之一的概率呢 可关键是,我进宫才半月 如果我当真怀上身孕 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等等,除了皇帝外,没有别的男人碰过我 莫亲瑶的脸色由轻转白,深深看了我两眼 问张玉依,幽贵妃的身孕,有几个月了 张玉依禀道,回陛下,幽贵妃的孕度已有三月 我在风中凌乱 莫亲瑶朝张玉依立合出声,滚下去 是是是,臣这就退下 张玉依扛着药箱,麻溜地退下 张玉依退下后,莫亲瑶朝我不步逼近 我摇头解释,陛下听臣妾解释 臣妾第一次给您事情时,还是完毕之身 您,您不是亲眼看见床带上有落红吗 莫亲瑶头上绿油油 那你倒是说说,你半月前仍是完毕之身 怎么会怀上三个月的身孕 呜呜,我自己都猛了好吗 陛下,臣妾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委屈巴巴 我也想不明白,我怎么就怀孕了 我到底怀了个啥玩意 莫亲瑶拽着我的手腕,逼问我 告诉朕,你腹中骨肉到底是谁的 陛下平日带我向来温柔有加 此刻的他好恐怖,把我的手腕都拽腾了 我举起另外一只手发誓 陛下,除您之外,没有第二个男人碰过臣妾 臣妾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我一发誓,莫亲瑶就信了 他松开我,替我揉了揉发红的手腕 声音缓和下来,朕信你 想来是张御医诊断错了 朕叫太医院的太医们挨个来替你把麦 朕就不信,你还能无中生孕 莫亲瑶冷哼,说把阳生令人去将御医全部照过来 给我把麦 一共来了二十余位御医 跪满了我的宫殿 二十余位御医挨个替我把过麦后 齐刷刷地擦汗 齐刷刷地禀道 陛下,又会非确实怀有三个月的身孕无疑 莫亲瑶英俊的脸颊又染上一层寒霜 我不等他发怒,先哭起来 呜呜呜,陛下,臣妾真没有做过对不起您的事 要不臣妾再给您发一字毒誓 不必了,朕说过信你,便会信到底 莫亲瑶被我哭得心乱了 他遣退御医,都退下,此时秘宝 切不可被外人知晓,尤其是太后 御医们连忙应声告退 是是是,臣等定不敢向外透露半子 御医们撤退后,我和莫亲瑶大眼瞪小眼 两人都各怀心事 莫亲瑶带我极尽宠爱,我一用一枪真心带他 苍尖在上,我也不知我会无缘无故 怀上别人的孩子 到底是谁在本宫不知晓的情况下碰过本宫 本宫真是要疯了 莫亲瑶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叹气,罢了,有了救生 朕说是朕的,就是朕的 啊这,陛下,您确定吗 太医院对我怀孕一事守口如瓶 不敢往外透露半个字 可渐渐,我肚子显怀了 某日去御花园散步时 还出现了早孕反应,忍不住肝偶反胃 玉萍和朱萍恰好也在御花园散步 玉萍惊讶道 优贵妃,你不会是,怀上了吧 我否认,没有的是 是本宫午膳吃得太油腻,有点反胃 朱萍一眼眉而笑 也对,陛下他有影集 优姐姐若是怀上了,那可就麻烦大了 玉萍和朱萍交换了一个眼神 一死不言而喻 或,他们也知道皇帝有影集 我还以为皇帝有影集的事情 只有我一人知道 原来,整个后宫都知道 玉萍神秘兮兮地朝我识眼色 压低声音问 有姐姐,陛下不能认识 他夜夜宣你事情,你们都干些什么呀 朱萍插话,下棋,还是谈天说地 等等,他们知道的影集和我知道的影集 好像有些偏差 我唯呀,陛下不能认识 谁说的 朱萍努努嘴,整个后宫妃嫔都知道啊 陛下从不选我们事情 太后施压了他才挨个宣一遍 不是和我们下棋 就是丢一卷书给我们看 无聊死了 呃,莫青瑶这么离谱 可他第一次选我事情 就差点把龙榻都 嘿嘿 不出一日 我运土的事传遍了整个后宫 各宫妃嫔都派了丫鬟太监 去太医院打探 我怀孕的是 太医门三间齐口 话传到太后陆弗兰尔里 他炸了 什么 幽贵妃有了三个月身孕 瑶儿不能生孕 她哪来的三个月身孕 她进宫不是才半个多月吗 太后连午觉都没心思睡了 百嫁我的幽影宫 她来势汹汹 坐在主位上质问我 幽贵妃 你腹中三个月大的胎儿 是怎么回事 这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未解之谜 我给婢女使眼色 让她快去给皇帝报信来救我 谁知 太后察觉出了我的意图 命人将婢女拦下 她冷声道 没有哀家的准许 谁也休想走出这座寝宫 她说完 冷魔瞧着我 立刻出声 幽贵妃 哀家看你是吃了雄心爆子胆 竟敢背着皇帝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母后 您听臣妾解释 我百口莫辩 无须解释了 哀家可以断定 你腹中太儿不是眼儿的 太后面露杀气 幽贵妃 你可知 这是死罪 我叹气 母后 还是等陛下来了再定夺吧 呵 太后冷笑 眸光一立 哀家来之前 已经让大臣将皇帝支出宫了 后宫之事 哀家便可做主 太后说吧 扬声命道 来人将幽贵妃绑起来 另外 速速请国师入宫 是 宫人领旨退下 我被太后下令绑起来 国师陆宏远 是太后的亲弟弟 他进宫和太后密谋 我腹中胎儿一事 国师说 要补上一挂 他做法补挂 头里念念有词 像是在沟通神明 片刻后 他睁开眼眸 大惊失色道 不好 神明说 幽贵妃腹中怀的是鬼胎 什么 鬼胎 太后惊出一身冷汗 追问 什么鬼胎 陛下不能生育 他坚称自己 不曾与别的男人私通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他被鬼魂灵性了 所以 他腹中所怀 乃是鬼胎 若不将他腹中 鬼胎烧死 将会影响莫国国运 国师一连串的话 将我置于死地 太后闻言 立刻命人驾柴生火 来人 将幽贵妃绑到柱子上 哀家要烧死 他腹中的鬼胎 我被绑在木柱子上 四周堆满了柴火 整个后宫的妃嫔 都来为官 妃嫔们指着我的肚子 窃窃私语 没想到幽贵妃 怀的是鬼胎啊 我很好奇 被鬼灵性 是什么感觉 看来长得太倾国倾城 也不是好事 连鬼都惦记 唉 陛下出宫了 这回幽贵妃 恐怕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了 太后看时身差不多了 命道 放火 工人将火把丢进 柱然草里 火势蔓延 眼下虽还没烧到 绑在木柱中央的我 可要不了片刻功夫 就能烧到我 我无助地挣扎着 陛下不在 后宫当属太后最大 我确实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我求饶 母后饶命 若您就这样烧死臣妾 就不怕陛下回来 与您产生闲心吗 太后气势灵人道 思忧 你身怀鬼胎 影响国事 就算今日姚儿在此 哀家姚当着她的面 将你和你腹中鬼胎烧死 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墨青瑶人还没到 愤怒的声音响彻半空 震道要看看 谁敢动震的游鬼妃 墨青瑶话音落 她的侍卫飞过来 替我松绑 将我救出大火 太后脸色铁青 看着墨青瑶对我嘘寒温暖 死忧 让真看看 你可有受伤 我扑进墨青瑶怀里 伤心落泪 求安慰求报报 呜呜 陛下 臣妾快被烤熟了 太后原本铁青的脸 又更轻了几分 我眼泪珠子巴达巴达的往下掉 可把墨青瑶心疼坏了 她帮我擦眼泪 放低声音温柔的哄我 别哭了好吗 朕替你做主 非贫们都惊呆了 他们眼中的陛下 和我眼中的陛下 好像不是一个人 对他们冷漠无比的高冷帝王 在我面前体贴到叛弱两人 我收住眼泪 汗手 嗯 墨青瑶安抚完我后 扫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国师陆宏远 他面色恢复一贯的冷漠 朕可从未受益过 国师可以插手镇的后宫之事 陆宏远 你可知错 陆宏远辩驳 陛下 陈奉太后致命入宫 为莫国策国运 臣不知何错之有 哈 国运起凭你一言之词 墨青瑶冷亨 将目光移向太后 母后 你当初执意要封国舅为国师 朕便持反对意见 如今 你也该闹够了 这国师之位 就此罢免 来人 传阵旨意 陆宏远妖言惑众 即日起罢免国师之位 陆宏远脸色大变 向太后投去求助的目光 太后在克制怒火 劝谐道 瑶儿 幽贵妃腹中怀了鬼胎 你不刺死她 一回来就罢免宏远的国师之位 是不是颠倒了主刺 莫青瑶面不改色道 原来母后也知道主刺之分 思幽是镇的爱妃 她腹中怀着镇的骨肉 您听信妖言 妄图越过镇 烧死镇的爱妃 您是不是颠倒了主刺 太后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皇帝这是在借罢免国师 来打她的脸 太后稳住心神 抓住重点 瑶儿 你是不是糊涂了 思幽进宫不过半月 她腹中态儿已有三个月 怎么可能是你的子嗣 正三个月前出过宫 和思幽早就私定终生 莫青瑶与妻子笃定 差点连我这个当事人都信了 我可以肯定 我进宫前确实没见过她 妃嫔们窃窃私语 嗨嗨 原来陛下三个月前 就和思幽在宫外私定终生了呀 难怪陛下对她那么偏爱 所以 陛下她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能生育 她只是对我们这些妃嫔都不感兴趣 嗚嗚 姐妹们 扎心了呀 莫青瑶又反问太后 母后可以抱皇孙了 不应该开心吗 莫青瑶当着众人的面说 我腹中胎儿是她的 太后自知不能当众反驳 莫青瑶虽非太后轻生 可她毕竟是一国之君 太后还算是有些分寸 不敢驳了一国之君的面子 她正色道 瑶儿 你袒护优贵妃 哀家尚且能理解 可是关皇家血脉 不可有半点差池 此事 你慎重考虑 她说吧 将手搭在磨磨腕上 命道 挨家乏了 百嫁回宫 太后走了后 各宫非平也纷纷行李告退 莫青瑶抱着我离去 我目光望见 跪在角落的陆红远 眼眸露出一丝锋芒 回到寝宫后 我问莫青瑶 怎么会突然回来 莫青瑶告诉我 幽儿 母后近日让大臣将郑织出宫 郑走到半路便觉得不对劲 怕母后为难你 所以折回来了 另外 郑今日出宫 看见一位被称为药神的女子 在街上施药 排了好长的队 想来医术了得 郑已派人去将她请进宫 为朕治疗影集 顺带为你把把脉 我汗手应道 好呀 陛下做主便可 一日 那位被百姓尊称为药神的西瑶姑娘 进宫来替莫青瑶治疗影集 她身叛还跟了位年轻貌美的女子 西瑶换她七月 西瑶给莫青瑶把过脉后 瑶头道 回禀陛下 您的影集 无药可医 莫青瑶不死心 这么笃定 一点法子都没有了吗 是 一点法子都没有了 西瑶说得很笃定 她示意皇帝平退左右 殿内只剩下我们四人 莫青瑶说 西瑶姑娘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吗 为何朕会难以生育 西瑶答道 不是极难生育 是无法生育 一点生育的可能都没有 她语落 缓缓道 这世间有一种种族 名叫石族 石族和人族无异 唯一的区别便是 不能孕育自己的子嗣 陛下您就是石族 我震惊了 陛下他不会是一块石头变的吧 难怪 脾气那么硬 莫青瑶愣了好一会儿 才追问 你的意思是 朕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难怪朕一直打探 不到亲生父母的下落 西瑶普及道 石族并非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有一种石头凝叫胎石 是林女子靠近胎石睡一觉 就会怀上身孕 但吓得子嗣便是石族 我身色一亮 连忙将手腕伸向西瑶 西瑶姑娘 那你帮本宫看看 本宫可是怀上了一位石胎 西瑶姑娘为我把脉 片刻后 她睁开眼眸摇头道 游贵妃 你所怀并非石胎 我忐忑不安地问 那不会是鬼胎吧 西瑶笑了 她否认道 贵妃娘娘的情况更特殊一些 不过并非鬼胎 而是真龙天子 有龙器庇佑 来莫国之福 真龙天子 有龙器庇佑 那本宫不会是被一条龙 我声音越来越低 墨青瑶面上充满了醋意 思悠 你背着镇合一条龙睡了 臣妾没有 我摇头 我只是好奇我为何会怀上真龙天子 西瑶忍住笑意 更迷惑了 不是说墨青瑶是十足 不能生育吗 我腹中的胎儿 怎么又变成她的了 快把本宫绕晕了 既然药神都说 贵妃腹中胎儿是正的 那就是正的 墨青瑶被洗脑成功 她重重赏赐了西瑶 西瑶临走前 从她的药箱中 拿出一个火折子递给我 在龙寺出生后 恐怕还会有一节 这个火折子 就当作是我和七月 送给你腹中胎儿的护身符 贵妃且收好 我第一次听说 送火折子给新生 当作护身符 不解问 不知火折子有何用处 七月寒笑道 这枚火折子 不是普通的火折子 里面的火影 是用四十九味草药 加上黄鸟涅槃之火 制作而成 能避泄驱鬼 戴龙寺出生后 若是遇到危险 用火折子 将她的贴身衣物 脱下来焚烧 便可保龙寺平安无恙 那就多谢西瑶姑娘 和七月姑娘了 我汗手接下火折子 后来我才知道 西瑶是一只药兽 七月是一只黄鸟 他们二人 共同研制了 这个火折子 送走西瑶和七月后 我叹气 陛下 如今太后 拿混淆皇室血脉 来做文章 您打算如何应对 墨亲瑶又告诉了 我一则宫廷密文 思悠 实不相瞒 这也不是皇室血脉 朕是父皇捡的 放在母后名下寄养 末了 他叮嘱我 爱妃请替朕保守秘密 我又又又被震惊了 皇帝也不是皇室血脉 这不是巧了吗 哦 臣妾遵命 我故作淡定 好奇问 那湘皇怎么不和太后 担下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父皇和母后也不能生育 朕以前不明白 为何亲近太医院之力 都治不好他们 如今朕算是明白了 想来他们也是十足 或 十足娶了个十足 婚后捡了个十足 真是应了那句话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本宫看 朕莫国改成十国比较贴切 末亲姚亲书一口气 心中大石落下 悠尔 末国江山能延续至今 已是奇迹 你能无中生孕 对朕来说是好事 朕终于可以不用担心 将来皇位后继无人了 看来末亲姚是真不介意 我腹中胎儿到底是谁的 西姚说我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可他又没有说明白 到底是怎么个复杂法 看来得等到孩子生下那日 才知道答案了 可有些人不希望 我腹中胎儿生出来 那人便是陆宏远 太后西夏无子 皇位由养子末亲姚继承 陆宏远对此颇有微子 他膝下又有两子一女 长子曾出生时 他就提议过 想将长子过继到 姐姐陆芙兰名下抚养 他的心思路人皆知 无非是想要让先皇 将皇位传给他的长子 可先皇却对捡来的末亲姚 视同己出 陆宏远的筹谋化为泡影 今日皇帝罢免了他的官职 让他重拾了 想要夺权篡位的心思 受宁攻 陆宏远在太后面前搬动是非 阿姐 皇帝他压根没将你这个母后 我这个舅舅放在眼里 他今日轻而易举 就罢免了我的官职 改日就能将你送去行宫养老 你就甘心皇位 让那个不孝子做 太后声音里 透着一抹愤怒和无奈 姚儿翅膀硬了 竟然为了一个非嫔顶撞挨甲 不把挨甲放在眼里 着实是伤透了挨甲的心 陆宏远添油加醋 没有血缘关系 终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阿姐 与其让皇位落在他人之手 不如让承上位 承儿是你亲外甥 姑母也是母 他必定会好好孝敬你 绝不会像亲瑶那样 吃里爬外 太后眉头紧锁 叹气 先皇当初将瑶立为太子时 哀家不是没有反对过 奈何他不听 陆宏远步不紧逼 你毕竟是太后 以皇帝不孝不敬的名头废了他 改夫妻登基 我和爹里应外合 让这江山改姓路 如何 太后慎重思考过后 摇头 哀家倒也想让这江山改姓路 奈何先皇在世时 哀家的肚子不争气 才平白给了亲瑶继承皇位的机会 以他不敬不孝的名义废除他 恐怕行不通 众人皆知他平日待哀家不差 今日虽为了幽贵妃 当众让哀家难堪 可仅凭今日之举 还不足以扣上不敬不孝的帽子 再者 如今朝中局势被他一手掌握 我这个太后 恐怕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废除他 太后的言下之意是 是哀家不想废除他吗 是 哀家没有这个能力 若红远深知太后所言非虚 他退一步 那就只能阻止幽贵妃诞下腹中胎儿了 若皇帝无后 将来从太后母族中挑选能人继位 就说得过去了 太后眸光一声 问 你如何阻止幽贵妃诞下腹中胎儿 她的膳食都是姚儿亲自把关 下毒这招恐怕行不通 我自有旁的法子 陆红远嘴角勾起一抹邪恶之色 反问 阿姐听过鬼车吗 太后摇头 什么鬼车 陆红远威威道来 鬼车便是传闻中的孤惑鸟 又称夜行游女 有死后怨妇执念所化 专偷人间的孩子抚养 只要我们在幽贵妃生产之日 引来鬼车 她十月怀胎 孩子刚出生 便被鬼车偷走 生了也等于白生 没了那个胎儿 将来皇位还是我们陆家的 太后扎舌 竟还有这等闻所未闻之事 阿家让见识了 那就交给你去办 只要你能引来鬼车 偷走幽贵妃的孩子 阿家就想办法让诚儿成为储君 陆红远得到了太后的承诺 双眸放光 第二种是用婴儿的哭声 来吸引从上空经过的鬼车 第三种最为残忍 用婴儿的血引来鬼车 转眼到了我即将临盆之日 陆红远暗中散播消息 夜晚只要将婴儿掐哭 哭一个时辰 可以得到一两银子的奖赏 哭两个时辰 可以得到二两银子的奖赏 以此类推 哭足一夜 可以领取十两银子的奖赏 这世间多的是见钱眼开的人 一时间 整个京城上空 婴儿的啼哭声不绝于耳 此举成功引来了鬼车 鬼车名叫云九 有九个脑袋 身上披着灵光闪闪的羽毛 鬼车九个脑袋飘在夜空中 犹如骏马的九个车轮 羽毛在狂风中乱舞 犹如马车的帘子 因此叫鬼车 鬼车可化作美艳妇人 她经过莫国上空 成千上万个婴儿的啼哭声 让她兴奋不已 鬼车自言自语 好久没来人间偷孩子了 今夜高低得偷一车 孩子回去 这么多婴儿啼哭 从哪里开始偷好呢 婴儿的啼哭声 让鬼车产生了选择困难症 她目光一向莫国皇宫 尼喃道 那里最为安静 似乎有新生儿将要降临 莫国皇族的孩子 想来一个能顶十个 目标锁定成功 请功礼 我疼得要死要活 稳婆再给我接生 莫青瑶在产房外来回肚部 焦急难耐 比她自己生孩子还要紧张 殊不知 此刻一只九首鸟趴在垫顶 用她肠儿肩的爪子 揭开瓦片 稳婆喜笑颜开 出来了 是个皇子 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 稳婆吩咐婢女 快去给陛下报喜 不等婢女出去报喜 莫青瑶闻着声音踏入屋内 稳婆再给小皇子洗身子 莫青瑶瞧了小皇子一眼 匆匆走到床盘握住我的手 她为我是去额间的汉 声音沙哑 思忧 你辛苦了 是很辛苦 不过都值得 我牵起唇角一笑 命稳婆将小皇子抱过来给我 我想瞧瞧 小皇子长什么模样 谁知 稳婆眸底忽然闪过一抹红光 宛如被控制了一般 她抱着墙包里的孩子 就往屋外跑 莫青瑶立声道 快拦住她 屋外侍卫冲到门边拦住稳婆 侍卫统领再来高声禀道 不好 陛下 屋顶有只九首鸟腰 是来偷小皇子的 莫青瑶命道 全力保护小皇子 无数侍卫涌过来 守住寝宫各个入口 不让鬼车进来 稳婆被鬼车控制了 仅仅抱着孩子 在想办法冲出去 可这里是皇帝寝宫 守卫森严 他没那么容易出去 侍卫从他怀里夺回孩子 抱进来交给莫青瑶 店外 鬼车盘旋在半空中 已经咬伤了几位侍卫 鬼车发了电一般咆哮道 孩子 我要孩子 给我孩子 今夜若我拖不到孩子 你们都得死 侯我和莫青瑶神色凝重 对外面那只鬼鸟充满了恐惧 生怕我刚才拼了半条命 生下来的孩子被抢去 片刻后 弓箭手来了 无数只利剑对准鬼车 弓箭手指等皇帝一声令下 就会放箭 莫青瑶正要下旨射杀鬼车 我拦住他 鬼车是怨念极强的鬼鸟 牙字必报 若是能一举射杀 成功还好 若是被他逃走 待他卷世重来之际 莫国必将为之付出惨痛代价 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 我忽然想起一事 西瑶和七月姑娘临走前 曾预言我腹中胎儿将会有一截 他们还给我留下了一枚火折子 我连帮让婢女从锦盒里 拿出那枚用49味草药 和凤凰涅槃之火 制作而成的火折子 我吩咐莫青瑶 快把小黄子身上 穿的衣衫脱下来 莫青瑶照做 我将火折子递给他 对他说 你拿着火折子 去外面将衣衫 当着鬼车的面点燃 好 莫青瑶照做 外面鬼车和侍卫僵持不下 莫青瑶拿着火折子 出去将婴儿衣衫点燃时 鬼车不再进攻 他盯着化成灰烬的衣衫说 罢了 这孩子与我无缘 不偷也罢 不偷了 不偷了 去隔壁离国再偷 鬼车说罢撒退 展开翅膀飞上苍穹 消失在夜空中 鬼车离开后 御医来给受伤的侍卫们施救 小黄子已经换上了新的衣衫 方才那位稳婆清醒过来 他磕头求饶 陛下饶命 娘娘饶命 方才奴婢中邪了 若不然借一万的胆子 奴婢也不敢将小黄子抱走 奴婢知错了 求陛下娘娘从轻发落 方才稳婆是被鬼车控制 不是她自己的意愿 我和莫清瑶赦免了她的罪过 黑清瑶命侍卫同领 彻查京城婴儿啼哭声 是谁在背后主使 是 属下这就吩咐下去 侍卫同领领命退下 莫清瑶其实已经猜到 是陆宏远在背后搞鬼 现在还需要证据来印证这个猜测 以及要查出此事太后 有无参与或是受益 遣散众人后 我和莫清瑶这才有功夫 仔细端向刚出生的小皇子 刚出生的孩子还没长开 不过已经能从她的五官中 看出几分像我 不知是不是错觉 竟还有几分神似莫清瑶 莫清瑶对这个孩子很是喜爱 当即取名叫莫彻 并封为太子 太后上莫来得及看车 就病倒了 她这个时候病倒 病得很巧妙 不知道是被气得病倒 还是被吓得病倒 天亮后 百姓们都跑去张榜处 领掐哭孩子的奖赏 可哪里还找得到人 背后主使昨夜得知计划败落 早已溜至大吉 百姓们这才反应过来 上当受骗了 一路骂骂咧咧 皇帝派去调查幕后 主使之人找到了 正是陆宏远 陆宏远半夜脱家带口 准备逃走 被皇家进军拦下 关押入狱 皇权不可挑衅 哪怕陆家是太后母族 这次彻底惹怒了莫清瑶 只有死路一条 陆宏远作为主谋 被下令斩首 斩首前 他被关在四车上 游街示众 百姓们得知是他发布悬赏 让百姓掐哭孩子 答应的赏赐 却一分没捞着 百姓们大怒 纷纷从家里拿来白菜和鸡蛋 朝囚车里的陆宏远砸去 有些舍不得鸡蛋的百姓 则捡了许许多多石子来代替 才游了半条街 囚车里的陆宏远 已经被砸得满头是血 身上狼藉一片 陆家被抄家 其余人被发配边疆 至于太后 她醒来后 听闻了陆宏远 正被押送刑场 陆家落败 她连忙拖着病区 让婢女扶她来求见皇帝 律书房里 太后向墨亲瑶求情 瑶儿 你虽非哀家亲生 却胜死亲生 求你看在哀家 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上 饶宏远不死 放过陆家 墨亲瑶面色凝重 陆宏远上回怂恿您 烧死优贵妃时 朕就想杀了他 这次 他竟敢戏耍全城百姓 引来鬼车 差点抢走太子 还伤了无数侍卫 他死十次 都不足以平息正的怒火 至于陆家 这些年仗着是皇亲国妻 没少欺压百姓 但些见不得人的够当 以前正看在您的面子上 没有清算陆家 这一次是时候清算了 太后眼前一黑 险些晕倒 被婢女搀扶住 她心知在为陆宏远 和陆家求情 一无济于事 眼下 最重要是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亲瑶 你可怨恨哀家 不管如何 哀家都是你的养母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莫亲瑶目光如炬 母后 别以为朕不知道 您表面待朕客套 实则背地里没少动过 要废除朕的心思 您年事已高 不适合待在皇宫 朕命人送您去行宫养老 没有朕的允许 往后不可再出行宫半步 亲瑶 你不可这么对母后 太后眼前一黑 气晕过去 等她再醒来时 已经被软禁至行宫 若不出意外 她将会在行宫中老 再也别妄想插手过世 没了太后制约莫亲瑶 她遣散了后宫妃嫔 只留下了我一人 被遣散的后宫妃嫔 每人得到丰厚的赏赐 可保余生衣食无忧 出宫后可自由婚配 我被侧封为皇后 车儿渐渐长大 眉眼越来越像莫亲瑶 外人看着太子 无疑不在心底感叹 大子和陛下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看来是陛下轻生的无疑 我和莫亲瑶都很好奇 车儿怎么能那么像他 这若是说车儿和亲瑶 没有血缘关系 连我自己都不信 一年后 西瑶带着七月 再度来莫国试药 我换上便装 出宫去见他们 待他们试完药后 我们约在一问茶楼见面 西瑶 七月 多谢你们上回送的火折子 才让车儿逃过一劫 免去被鬼车偷走 不必谢 西瑶和七月答 西瑶面露愁色 上回鬼车在莫国没偷到孩子 去了隔壁离国 将离国皇后 刚出生的小公主离玄偷走了 啊 我惊讶出生 莫国和离国相邻 七月接话道 黎璇被鬼车偷走后 离国皇后私女心窃 抱了能复家的女儿 进宫抚养 我叹气 早知当初就应该将鬼车射杀了 免得她祸害人间 徐 西瑶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随后给我普及 你该庆幸当初没有下令射杀 若不然 现在莫国将会遍地爱红 鬼车有九个脑袋 除非同时将她九个脑袋全部射穿 否则 但凡其中一个脑袋没有被射穿 她都能再活过来 鬼车极为记仇 射杀不成 就会被反扑 样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听完西瑶的话 我反问 那就没有别的法子治鬼车了 她除了偷走离国公主外 还偷走过多少孩子 数不清了吧 西瑶意味深长望着我 能降服鬼车的人 或许已经出生 就等她长大了 我问西瑶 谁 西瑶半开玩笑道 或许是彻儿 聊完此事 我又询问道 西瑶姑娘 我还有一事相问 你说 我说出心中疑惑 彻儿和陛下长得越来越像 这是怎么回事 西瑶答 这就要从你的身世说起了 答案其实已经藏在你的名语里 我的名字是思悠 我从小无父无母 身世背景至今未至 思悠这个名字 是我自己随意起的 这两个字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西瑶娓娓道来 大荒中有思悠国 思悠族人繁衍的方式 和繁衍不同 用精神感应 或眼神对视 便可繁衍后代 你乃思悠国后裔 思悠族人擅长御兽 在遇到极致的危险时 可觉醒御兽技能 你在皇宫中安然无忧 尚未觉醒御兽技能 也实属正常 若将来有机会 可让春儿出去闯荡 或许他能制服鬼车 西瑶说完 问我 你怀孕那段时间 脑中可有想过郁郁子嗣之事 我脸颊泛红 回想进宫前 我进宫三个月前 就得知自己即将进宫 那时我在一位宫廷画师的画坊里 偶然间看见过 墨青瑶的帝王画像 那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此人是我未来的夫君 待我进宫后会成为他的妃嫔 还会和他诞下子嗣 没想到一个幻想的念头 竟然让我怀上了他的子嗣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趁儿十岁那年 我怀上了二胎 用意念感应怀孕的好处便是 生而生女可以如我所愿 我的意念想要再生一个小公主 于是便怀了个小公主 我和墨青瑶提前为她取好了名语 叫墨寻 生产那日 鬼车贼心不死 又来了墨国偷孩子 她盯着墨国皇宫的方向 邪笑道 嘿嘿 等了十年 终于可以一血前耻了 今夜不偷走墨国皇室血脉 我事不罢休 这次鬼车学聪明了 她没有大张旗鼓 而是化作稳婆 将小公主接生下来 抱着飞出窗外而逃 车儿拦住她 气势十足道 大胆鬼鸟 把我妹妹放下 姑跟你回去 鬼车认出车儿 冷笑道 原来是你呀 十年前没将你偷走 现在你倒是送上门来了 行 上回我在离国几经 偷走了一位小公主 刚好需要一位小皇子 那就偷你 鬼车说完 将小公主放在草地上 扛着车儿飞上半空中 莫青瑶带着弓箭手追上去 正要放见是鬼车 车儿在半空中大喊道 父皇 母后 你们别担心儿臣 儿臣去就离国小公主 顺便炸了鬼车的老巢 等儿臣归来 鬼车很欣赏车儿 你小子还想炸我老巢 我这二十年间 托了两百多个孩子 就你最有出息 车儿被鬼车掳走 我抱着小公主 哭得气不成声 呜呜 我的车儿 想必他能逢凶化吉 我想起西遥曾和我说过的话 他说 私有族擅长御兽 在遇到极致的危险时 会觉醒御兽技能 他还曾交代 若有机会 可让车儿去历练历练 难不成 车儿被鬼车偷走 就是上天给他的历练 我在心中默默为车儿祈福 希望车儿能平安无事 早日觉醒御兽技能 驯服鬼车 解救其他被偷走的孩子 从此让人间的孩子 不再担惊受怕被鬼车偷走 此后数年 我和墨青瑶 从未放弃过寻找鬼车的下落 八年后 车儿带着离国公主 炸了鬼车老巢 将鬼车囚禁在深渊 放出无数个曾被他偷走 并已经长大的孩子 车儿被鬼车劫走后 觉醒了御兽技能 如今已成长为 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 车儿从鬼域归来 我们一家四口团圆 相拥而弃 雪儿很崇拜他的这位兄长 缠着车儿 给他讲被鬼车掳走后的事 车儿在鬼域的经历惊心动魄 我和墨青瑶听得热泪盈眶 很心疼他 车儿却说 父皇母后有句古话说得好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孩儿觉得被鬼车掳走的这段经历 恰巧锻炼了我 你们无需自责 这是最好的安排 我和墨青瑶相视一笑 压在心头的大石终于落下 车儿平安回来 往后我们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黎璇重回黎国 恰逢黎国内乱 黎璇平定叛乱 于宫殿中救下她的父皇母后 当年抱养的假公主 黎绝不幸惨死在大火中 黎国皇帝拿剑指着黎璇 哪来的妖怪 也敢冒充朕的女儿 黎国皇后将黎璇视为仇人 就本宫是你的本分 没救下卷 你是死罪 黎璇被她父皇母后 当成妖怪斩首示众 黎国皇帝和皇后 真是越来越昏庸了 为了一个假公主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傻 车儿披上铠甲 朝黎国的方向狂奔而去 她丢下一句 父皇母后 而沉去救选 知串儿有没有救下黎国公主 被囚禁在深渊的鬼车 还会不会出来围惑人间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全文完